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早PTT一名网友爆料 南部某国立大学传出因校内出现疑似病例 紧急发出简讯呼吁学生自17日起悟到学校上课 校方表示 凌晨已发出讯息 通知七门课超过500名学生 改采线上教学 简讯中也提到 课程改由同步 非同步线上学习 也预请学生执行自主健康管理 出门戴口罩 并量测体温 校方表示 为了基于保护学生 目前先升高保护层级 也已将相关资料交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进行一条 下午四点将对外公开说明 这所国立大学表示 今天下午三点会再以简讯或电子邮件通知进一步讯息 并请同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出门记得戴口罩 并随时量体温 校方说明 为了保护学生 采取超前措施 以防可能疫情扩大